西方式学史赫尔德认为 就是要跟清晰的思想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区别这一问题 自然作为一个过程或许有许多过程的总和 是被盲目的所种者的规律所支配的 而人类作为一个过程有许多过程的总和 则不单纯的被规律所支配 而且是被规律的意识所支配 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历史乃是第二种类型的这一过程 那就是说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 因为它是一种心灵或精神的生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赫尔德是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两股思潮的理论建设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历史主义等于浪漫主义 许多表明历史主义与浪漫主义相悖 在众多方面存在相似 两者都反对理性主义 仓教历史